NCC那件事 你覺得這個是總統級的秘案嗎? 國家警署 這個真的是打開潘多拉的爐子 來來來來 那他請假去幫黃山山站 我會查查看 那他昨天就提出現在那邊 那你覺得他這樣子做是不是不妥? 違反你自己的推定 他應該不敢上台吧 我回去問問看 會不會就是約束 我猜他應該沒有上台 他沒有上台但是他在台下 偷偷坐到台下 你覺得他這樣子妥當嗎? 唉唷不曉得 我要回去查一下怎麼一回事 會約束你的政務官 會會會 所以你自己也覺得這樣子不太適合 市長那個NCC那件事 你覺得這個是總統級的秘案嗎? 國家警署 唉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真的是打開潘多拉的盒子 來來來來 市長有計畫要請假服事 市長現在這個市府有權員大... 謝謝謝謝 今天不算 我們這邊要浪一下喔 危險喔 大家都逃走的問題嗎? 市長部分 我們先讓市長車 謝謝大家 讓我們車到... 唉唉唉唉 好啦好啦 大家小心我們先讓市長上車 謝謝 各位小心喔 各位小心 到這邊就好 大家到這邊就好 到這邊就好 謝謝謝謝 到這邊就好 謝謝 到這邊就好 我也不曉得他講哪一部影片 不過是這樣啦 你不可以在網路上有任何人就說他是民眾黨的網絡 這個 我都不曉得 第一個 任何人講他就被民眾黨網絡 這個也太... 牽連太多了吧 市長怎麼看 因為中日後今天本來是要向您來提告 但後來又臨時改為 只有律師去 會覺得他是有點心虛嗎 還是這樣子 唉唉唉 我都不曉得 誰知道 搞不好他今天大肚子而已 誰曉得 那你對他告你了 什麼他們想法 告你誹謗 這個叫無妄之災 奇怪 這樣也可以告誹謗 我想那個 我現在比較頭痛的是檢察官 不是我 因為他現在節目被疑評 然後昨天也都沒有發文 今天早上廣播節目也連時取消 你覺得他是不是被民進黨給禁神 這個就是這樣 被民進黨利用完了就把他丟掉 市長你是覺得說現在民進黨 是有在背後就是說要他不要再做這些言論嗎 那會不會覺得就是說民進黨現在出手的話 是在挽救他們的選擇 我倒覺得是這樣 以前就一再跟你們講 用網軍跟名嘴治國一定會遭到報應 你們就不信 現在又是報應的日子 市長你昨天有講說會導致民進黨一失恩命 但是現在距離選舉還有兩個月 會有可能會影響到那個時候嗎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除非他一切週一後會從此不再出現嗎 還是選後才出現我不曉得 問一下說民進黨團總召就是柯建民說 高宏還是這個虛假高昊 他說如果一天爭議沒有說清楚 這個選民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老柯我已經知道二十幾年 他平常 你有看過老柯在公開場合這樣打哪一個立法委員嗎 我知道他最討厭黃國昌 可是也沒有 我看過在公開場合用這種攻擊性的資源 而且更奇怪 他跟老柯跟婆小柯 關係也不錯 人家說你要打高昊 好歹看看後面兩個老闆 所以 我對柯建民這些舉動 我是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模式 所以民進黨現在是請全黨之力來打高昊安一個人對不對 對啊 好像 你只要看晚上擴運節目就知道 市長你怎麼看說 因為現在是葛瑞寇事件讓黃山被邊緣 是傳說您十月要請教還幫他補權 其實這好像是剛才看到這新 我覺得很奇怪 我從來都沒有這個計畫 後來我大概懂那個道理 這個叫打預防針 他先說他們怕你做什麼事情先把你打預防針 讓你就說我們不會去做 老實講到現在我根本沒有這個計畫 所以我常常說 我常常在媒體上讀到我的計畫 奇怪 我現在已經懂這個道理了 這個叫打預防針 所以十月不會請假囉 以前沒有那個計畫 那想問怎麼看說陳時中他講講萬安 因為之前講萬安說Joey Cole跟他 他不關心這兩小兩口的事情 然後陳時中現在要講萬安他說 後選人應該要留一點口德 會不會覺得說陳時中他不向Joey Cole來呼籲 反正現在要呼籲其他人很奇怪 好啦好啦 這就是現在裝不熟來不及了 市長那你怎麼看昨天就是Joey Cole他在他的節目上哭成那樣 然後就是控訴你跟你的網軍 我跟你講 那控訴你的網軍 你講控訴你的網軍 我跟你講我要是有網軍那也會每天挨打 那控訴你的部分 控訴我哪一部分 就是你在那邊就是鑽他們啦 就是訴訟言言言言這個部分 然後他昨天哭成那樣 你昨天有看到那個影片嗎 那我時間看啦 我每天很 不是好沒人 不是 你看那個是要當作正論節目還是娛樂節目 我都不曉得 會長就是說有關這個蔡平文委員他有提到說 其實他在4月的時候就已經跟這個法務部來檢舉 今天是跟禁舊刊中間有一些違法的事證 他是質疑說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下文 就是想質疑就是想問一下說法務部有沒有在調查 這件事情我們查過了 委員並沒有向法務部提出任何的檢舉 也沒有交給我們任何的文件 那也跟他們委員辦公室確認 不過如果有這件事情的話 我想我們的檢調機關 本來就是議會依法來查明 那另外就是調查局的徐振煌準備要提告 這個林志堅有關這個制裁權的部分 那對於因為調查局畢竟是法務俠下嘛 那對這個案子說我們有特別去關心還是 沒有那就是個人之間的法律問題 我們予以尊重 如果是涉及到公務 當然我們相關的機關就會依法處理 那另外有關外議間的部分喔 今天好像就是要選這個案子 還有包括警線 那對於這個案子我們好像有一些新的提案 包括一些就是變得比較加嚴的部分 是不是不想可以講一下大概目前修法的方向嗎 外議間條例的修正 我們已經提報行政院審查 那行政院院會也通過了 已經送到立法院來 馬上就會進行這個修正草案的審議 所以我想我們會做詳細的說明 那基本上就是在領選的條件上會重言 涉及到重大刑事案件 或是容易脫逃的高逃亡案件 我們都會做嚴格的篩檢 那至於已經進入到外議間了 我們會要求一定要聯手法律的規定 反家探事一定要按照規定來 如果有違反的話 我們馬上移回原來的監所來執行 並且收回他原來的縮行 那另外 看來殺警案現在這個私房的調查 要做到怎麼樣 現在行政院決定是行 應該怎麼會進行調查 殺警案當然已經由 談談地檢署依法起訴 而且具體求處即行 所以我們盡待司法的審判 好 謝謝